我們非安會的張主任委員,還有銘行局的影局長 我先請非安會的張主委 主委,你好 主委,我想這樣 我們國內的非安事故還是高於國際性 今天次長也沒來,部長也沒來 就派幾個人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對專業 專業固然沒錯 但是這個,我知道專業是所長 但是我告訴你,無論是次長部長 都有可能任何一個非安事故下台負責任 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但你要來本委員會報告 我想部長、次長也應該了解一下 你現在非安執行的狀況 如果說這樣的情形,我是認為不重視 而且有點淪為一種橡皮圖章 我是這麼認為 獨立機構大家參與 那你要報告,何必來這邊報告 幾個人來報告就好了 所以我的看法 主席坦露你們 這是主席的用心 但是我希望說 這個不要發生事情是最重要 我第一個要請教你 我們非安會 是著重於事前的防範還是事後的調查 我想非安會的成立是因為 在過去非安的事件都是民航局來調查 那有求援兼裁判的嫌疑 所以在87年5月25號 行政院他為了區隔監理的業務 跟調查的業務把它分開 監理的業務 督導的業務是民航局去處理 那麼事後重大的非安事故 有包括擊毀人亡 飛機實質受損有失事之餘的這個案件 才交給非安會來調查 那我們調查之後呢 是要找出事件的根本原因 然後要業者 要民航局去督導改善 避免同樣事件的發生 我想這個是非安會社會的重視 那就是說非安會的工作是在 這個事件以後的調查 事故以後的調查 事前的防犯是歸民航局管 那我們會提出舊非安的事件 提出改善 你們是調查單位 監理單位是民航局 所以我想 去年11月到今年1月 我們一共發生三次的華航A330 300克機 三次引擎熄火 你們調查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這個是屬於異常事件 那這個是民航局調查 而且我們非安會沒有接到民航局的通報 我們也沒有介入調查 換句話說 如果輪到非安會去調查的時候 就很嚴重啦 有人命的傷亡啦 這樣子 失事之餘 平常 平常 你們也沒有著重這一方面的宣導或者檢查 都沒有 這個就是民航局去督導監理的業務 我是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這個也是 那我們都希望說非安會都沒有事情做 因為都沒有事故的時候 你們都是 我們沒有事故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業務 我們沒有事故的時候 會要求我們的調查員去做調查 做非安事故的分析 如果沒有任何非安事故 你要做調查分析 那麼平常做什麼 我不知道 如果沒事故的時候 沒事故當然是最好 最好啊 但是你非安會的所有的人員在做什麼啊 我們平常就是 像說我們這些 發生事件的分析 人為因素的分析 或者是這個調查能量的提升 教育訓練 我們平時都沒有業務的時候都是在做這個事情 是啊 我想說 你如果都是著重你事後的一個調查 但是當沒有事故的時候 不必調查的時候 你們只有著重在你內部的這個在職訓練 這樣子而已啦 而不是說你們是專家 你們應該將所有非安事故做成一個 做成一個很重要的資料 供大家來參考 然後能夠事前的防範 這個才是積極的作為啦 我前幾天 我們內政委員 這個司法委員會在討論啊 大家叫那個 叫那個 部長啊說你不要槍斃人 不要執行死刑 我告訴他 執行死刑是依法行政啊 我們要的不是不要執行死刑 是應該沒有人被判死刑 這個才是重的 刑起無刑 就是說 不會有人被判死刑 表示國內治安都很好 大家都守法 那你這個就是一樣啊 你希望的就是說 不會有事故發生 那不會有事故發生 就是從你每次的事故發生裡面 去分析檢討什麼原因 然後供所有航空公司 做個事前的檢查 事前的防範 這樣才能降低 事實率啊 補充報告 我們在非安會 有設置一個叫做 自動報告系統 也就是民航業者 他發生異常事件 他可以直接來通報 那我們會把這個 我們這個叫做 take care 就是說我們叫做 這個非安自動報告系統 我們民航業者來報告 異常事件之後 我們有做分析 而且是在網頁上公告 讓業者能夠避免同樣事件發生 當然 網頁上公告 而且有必要還得去 我們國內的航空公司 去宣導 去上課 對不對 那你請回座 我要請你局長 喂好 局長好 局長 有時候要跟你責難 其實也不應該 因為你根本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你是從海運 陸運的上來的 這個我不曉得 我不相信說你的能力那麼高 也是海運 你也專家 陸運的專家 現在飛機天上飛的你也專家 我實在不敢相信 那麼過去 過去 我們交通部常常有這樣 不是你第一個 這樣證明說交通部 過去 對我們民航局都沒有 都沒有關心 沒有重視 我講的 你們去檢討看看是不是這樣 那如果說 你既然不是專家 我問你這個 你滑航這三個月裡面 三次引擎洗我 那是什麼原因 我想 那個 我雖然不是專家 不過我們局裡面有很多專家 那我們也請教了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的專家 那對於這個事件 首先就是我們先 調查看看它的原因在哪裡 那後來 原因是找到的 就是它裡面的 引擎的葉片 有腐蝕的現象 那接下來就是說 有哪些 飛機是有 引擎有這個現象 馬上去清查 清查之後呢 就要更換 那以目前調查的一個初步的狀況 可以說已經知道了 就是屬於長城的 就A330 黃飛長城的 是優先來處理 那它有六架 已經都完全都更換完成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可以放心了 局長 事後你們有專家去了解 但是剛才我們得到的結論 現在的制度 你是負責監理的 所以在事前的防範 應該是你們 所以 你事前沒有防範好 造成有三具引擎 這個異常 這個還好 因此發生事故 如果有的話 我跟你講 不曉得誰要負責任 所以這個 就表示說 你們事前的監理是不夠的 那個 跟我們報告 那個 其實每一種機型 它原廠都有訂定 相關的手冊 那 以這個機型來講 比如說 它這個引擎 到一千 一萬六千小時的時候 它要去做 什麼樣等級的維修 那 華航 我們有 都調查過 他們都有照規定做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事件 可以說是因為 引擎的瑕疵造成的 而不是我們的 標準作業程序上 所以我們在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也 把 原來 所謂的 一萬八 我們把它降到一萬二 就是比原廠規定 要嚴格的標準 來看待這個事情 你說是 這個 等於是品質不良引起的 不是你們事先監理的不夠 是不是 那 為什麼 第一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們不會把這個提高到說 一千 一萬兩千公里以前 就要做檢查 你還給它連續三次 這連續第三次以後 你們才做這樣決定 這個是你們要檢討的地方 我告訴你 海運你做過 這個 陸運的你負責過 但是 空運的 不容許絲毫的差錯 是 陸上的 海上的都有救援時間 只有陸上 天上飛的 你什麼 什麼救援都來不及 這飛機飛上去就要 保證它安全降落 中間出任何問題 都沒有挽回的餘地 謝謝 我相信你 你相當清楚 是 那 我 結論 我還是希望說 你們事前的監理 應該要落實 如果你當時能夠 發現問題 馬上把一萬六千小時 改到 一萬兩千小時的話 那 可以避免後面兩次 發生引擎故障的 問題 現在 再請教你 你現在準備 規劃 大延 我們桃園國際機場的第三 第三跑道 是 這個 國營機場公司 固然是民營 固然由他們負責 但是 主導的是民航局 是交龍部 我 曾經要求 我們民航局 這個第三跑道 一旦 規劃 建設完成之後 整個 大圓箱 它的噪音 影響是多少 它的 限高 限見的管制是 什麼 你要給我們答覆啊 機場公司 給我答覆說 還沒好 他答覆說 還在規劃中 還沒到定案的時候 但是 我告訴你 裡面很多土地人家都已經買好了 這個是勢在必行的 這個是勢在必行的 但是你事情根本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整個大園都市計畫裡面 為了多一條跑道出來以後 會影響到民眾什麼程度 我要求你們答覆啊 你們怎麼機場公司 用這個 如果有相關的進展 再向委員來報告 到現在 你第三跑道如果要設的話 你老早就知道這個第三跑道是在什麼地方 然後 它的 航空噪音是幾分倍 然後 這個 限高限見的程度 會到什麼地方 是 你早就應該講啊 那個 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 報道行政院有一個 鋼藥計畫 我們如果 鋼藥計畫都還沒核定 等於說這個案子都還 沒有核定 這個就是類似 所有的建設 有一個環境影響評估一樣 你必須先告訴民眾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鋼藥計畫是 等於很上位的一個計畫 等於是原則性的計畫 這個計畫 定了之後 下面才會有實質的計畫 比如說我要有第三跑道 我要有第三行下 那我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只要鋼藥計畫 一核定下來 我們儘快的 把相關資訊 如果說 一旦下來之後 鋼藥計畫下來之後 對 民眾的影響很大 對等個都市計畫的影響很大 你要規劃嗎 這個部分 一定會舉辦相關的說明會 對不對 到時候不要說 舉辦說明會就是 勢在必行 造成又抗爭 我告訴你 台灣 其實今天不是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台灣根本不需要三條跑道 你兩條跑道 有沒有發揮到充分的功能 香港就是兩條跑道 是 所以你這個 沒關係 你這個問題 你趕快答覆喔 好不好 謝謝 接著請 王歇南委